福宝,我们的小公主,最近有些食欲不振,情绪也显得低迷,这让很多一直关注他的姨姨们心疼不已,而原因,竟然是福宝经历了假孕,这一点也得到了许乃爸的证实。 虽然听到假孕这个词,大家可能都有些难以接受,觉得我们的小公主还那么小,怎么就和孕这个字联系在一起了呢? 但其实,大熊猫出现假孕的情况并不罕见,有几种可能的原因。 一种是大熊猫在交配后,即使没有成功受孕,由于体内黄体酮等激素水平的自然升高,也会让它们表现出类似怀孕的症状。 再者,大熊猫是季节性繁殖动物,通常在春季发情,这时,它们的身体可能会因为进入繁殖季节,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怀孕的迹象,这与是否真正受孕并无直接关系。 此外,人工繁殖的干扰,环境的变迁,饮食的变动或其他外界压力,都有可能影响大熊猫的生理状况,从而导致假孕现象的出现。 所以,福宝经历假孕也正好说明了它正在健康地成长,生理机能正常。 看着福宝虽然平时调皮捣蛋,但内心却充满了温柔,对待爷爷总是嬉笑打闹,从未真正下口咬过。 看到妈妈怀孕,她会亲手亲脚,尽量不去打扰,甚至抱着小熊玩偶时都是那么小心翼翼。 看到这些,我们有理由相信,福宝在未来教育孩子时,肯定会是一个既有爱心又懂得引导的好妈妈。 只是不知道,到时候她会不会也变得严格起来呢。